朋友们好,我是小韩 前面小韩有一个视频讲到日系车发动机当中 谁的发动机质量最好,最稳定 然后就拿天籁做了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 就有很多朋友说丰田的V6自吸发动机也可以做到 刚好今天店里来了一台丰田的12代皇冠 这个就是V6自吸的发动机,而且是3.0排量 这个车刚好也是07年的车 跑了13万多公里 还没有那个天籁跑的多 现在咱们就拿这个发动机也做一个同样的测试 给大家看到底这个日产的V6自吸和丰田的V6自吸发动机 谁的发动机最稳定 好,咱们现在就拿这个发动机也做一个测试 咱们先把这个盖子给拿掉 因为这个盖子不平 然后呢,还是一瓶水 放到发动机的最上边 还是一根香烟找一个最平的地方放在这个水箱盖上 这个要比呢,螺丝平整的多,而且面积也大 好,现在我们去启动车辆 好,我们下车辆 刚才这个消烟掉了 我再重新放一瓶 我现在拿进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消烟也可以立在上面 但是它的稳定性确实不如天类 而且这个消烟还会左右的晃动 特别是这个水平我们能明显的看到 看到没有 这个水平有一点震动 这个稳定性肯定没有天类的V6发动机稳定性好 明显能看到左右晃动 好 这个消烟又掉了 这个消烟加油的时候掉过一次 然后怠速的时候也掉过一次 而且这个消烟的晃动量也很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车确实没有这个日产的V6发动机稳定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那个香烟是放在这个螺丝上面 面积非常小 这个呢水箱盖的面积还非常大 你看这个水平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水平的放动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明显 而且这个车才跑13万公里 所以说日产的这个V6发动机稳定性 绝对是数一数二 而且丰田这个时候这个V6的发动机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烧机油 像什么瑞智啊 皇冠啊 上面的2.5 3.0这个发动机啊 都普遍烧机油 虽然不是说很严重 但是都是因为这个活塞环啊 质量问题 活塞环的油环的质量问题 所以说烧机油 这个时期的风前V6发动机啊 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这个曲轴 发动机后曲轴油风漏油 你看这个车啊 已经漏得非常严重 油底壳下面都是油 如果漏得轻微的一点的话 不用管它 也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漏得严重的话 会有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跑高速的时候 这个排挤管的温度非常高 如果这个机油啊 滴在这个排挤管上 就会发生这个自燃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这个风前车啊 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质量那么好 它的问题呢 其实也不少 所以说相比其他一些品牌的车辆 它这个整体质量啊 要好一点 现在小韩再给大家实验一下 这个风前啊 它的拿手好戏 就是工作台上 利硬币不会倒 但是我发现 它这个工作台上啊 没有一个平面 所以说硬币 根本没办法放上去 咱们就把这个硬币啊 放在这个矿泉水的瓶子上 其实这个难度更大 因为这个水瓶啊 本身是晃动的 它会加大这个晃动的量 咱们现在试一下 把这个硬币放上去 这好像放都不好放 好 现在我们启动车辆 果然没有倒啊 非常的稳 这个比相安的难度更高 我们加下油色一下 车里的震动啊 非常的小 但是还是能看到这个硬币啊 在非常轻微的在发颤 但是不会 这个风前车内的震动啊 这一点做的是 真的是非常不错 大家看到没有 硬币在轻轻的晃动 但是就是不会倒 手一碰就掉 刚才这个实验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虽然说 丰田的整车质量比较好 但是啊 不代表它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 它在发动机 这个运转的稳定性啊 就不如日产 但是呢 人家在这个车身的整体噪音 和震动方面啊 确实比日产要做得好 今天小韩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啊 就是想提醒一些需要买车的朋友 如果咱们 比如说 丰田和日产之间 要做选择的话 如果你注重发动机的稳定性啊 你就选日产 如果你注重这个车身的噪音和震动啊 那你就选丰田 所以说呢 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 听别人说啊 什么车好 它的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 主要是看咱们的需求是什么 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小韩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给小韩点点赞 点点关注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继续支持小韩 再见